再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装在小碗中 准备一块生姜 给它切成姜片 再给它切成姜丝 然后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装在葱花的碗中 现在我们来熬一点料油 不烧热多放一些油 油热后放洋葱姜片和葱段 再放花椒和八角 再放一把香菜 给它炒出香味 把所有调料都炒干 煎成用大火 把所有调料都炸至金黄色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关火 再把这些调料控油捞出 然后把料油倒入碗中 放凉备用 料油一次用不完的 我们可以把它装进密封罐里 下次做馅料的时候还可以用 现在我们来调肉馅 加入葱姜末 加一勺料酒去腥 加两勺生抽 加一勺蚝油 再一点点老抽上色 加上的胡椒粉 加小勺盐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顺着一个方向搅动 然后分三次 加入葱姜水 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至肉馅上劲 搅拌成这种拉丝状就可以了 拌匀后打入一颗鸡蛋 再放入两勺刚调好的料油 继续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把它搅拌上劲 搅拌成这种拉丝状就可以了 再把白菜加进来 继续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非常好吃的白菜猪肉馅 就这样调好了